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工程人员正爬上阶梯 利用焊切的方式来针对桥拱的两侧 也就是当时的断裂面来进行切除作业 而这样的一个切割任务 其实是延迟到了今天下午五点多 才正式展开 因为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清晨 因为苏澳地区整个大地区下起了大小的雨势 也就影响了红雨一号 也就是平台船开往 桥拱这附近进行这样一个定位作业 因为当时的雨势太大了 平台船上又搭载了两台大型的 这样一个重达1400公顿的大型吊车 而现场还是可以看到两台吊车 目前已经将这样一个钢绳 已经固定住 固定在这样一个桥拱上头 只要这样一个切割 作业一完成 随时就会吊挂起来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焊切作业 相当的不简单 而且相当的困难 所以整个耗时可能要长达3到4个小时 也就是必须要在稍晚8点到9点的时候 才渴望完成 我们来听听稍早的说明 进度算是还在控制当中 虽然比我们自己乐观预估的时候 是慢了三个多小时 但是还在控制在明天 希望在8点以前都能够恢复 这个航道的一个 是的 而受到一场大雨的影响 现场其实早就有上百名的工程人员守候在这一边 但是因为封港24小时 因为雨势的影响延迟到了 早上10点半才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潜质作业 不管是吊车 钢绳的这样一个绑牢作业 或者是尤其在进行这样一个切除作业过程当中 环境安全相当的重要 所以不少的工程相关单位人员都在现场进行巡逻 确保在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没有疏失 另外最重要最令社会大众关切的就是证据 后续调查这样一个证据保存的部分 所以检察官也来到了现场 并且了解整个切除作业 是否有妨碍到整个事后后续这样一个调查 证据的这样一个收集 我们来听听最新的说法 重要的探道的部分不可以切到 还有钓锁钢锁的位置 就是固定点那个重面不可以切到 不可以切到 所以它一定要凑开去切 而且检察官希望说 能够保存比较大的构建 会对整个结构 当初的设计跟施工到底是怎么做 这种情况会比较能够判斧 所以我们为什么像这个狗 三百多吨我一次的话把它只切割两边 就是这个道 那也有讲到钢锁 钢锁是这一次很重要的物证 所以说这一次钢锁 我举例来讲它上面断掉了下面还保留了 那我不会把它切掉 我就把它捡起来收起来 然后配合这个桥面段切割的时候 一起把它移到保存正绩的地方 8号码头后线 那比如说上半部没有断下半部断掉了 我就上半部我把它捡起来 已经有捡起来 然后呢就移到那边去 那如果两边都没有断的 因为现在不是刚刚那个肝染的部分 并没有说从中间就 我就把它中间切掉 因为我不切就掉不动 把它切掉 所以头尾的证据保全都OK的 是的 如果最晚的话 明天早上8点之前 当整个桥拱移除到8号码头 进行存放之后 接下来最让民众关心的就是第二阶段 也就是重达1000多公顿的这样一个桥面 也就是桥梯 因为中间已经呈现B4型 就是整个城在水底 而接下来呢就是港务公司这边 有稍找的时候有说明 接下来进行桥面部分 会切成五段 而且到时候会从右侧这边 开始进行这样一个切割 最后移除的这样一个工作 因为到时候还必须先流存 大概宽有30公尺这样一个航道 尤其到时候水面上已经水里 也必须要进行畅通 让到时候小船能够进出作业 不会影响到渔民的这样一个生计 而接下来呢就是国庆廉价了 尤其现场还可以看到 整个工程人员还在 进行这样一个焊切的这样又重责大任 而港务公司也强调 接下来两个重要的阶段工程 不会因为国庆廉价而进 有中断 也会一直持续进行下去 因为交通部有允诺 最慢在11月15号之前 整个拆除作业就要全数如数地完成 而以上是现场最新清新主播 好 我们谢谢志决来自于现场的联系的报导 看来至少要等到今晚的9点之前 才会完成这整个圆弧形桥拱的拆除作业 不过还有上后陆续地清除作业 希望务必能够在明天上午8点之前 就能够恢复着临时航道的畅通 也因为有了这一回的断桥前车之鉴 交通部是针对全台湾所有桥梁 进行了总体检 结果发现了全台各地有100多座桥 都列管于需要立即维修的不良等级 其中值得关注之一 就是这连接高美湿地交通药调之一的 滨海桥 它建造于朝间带还经常有比较重型的车辆 像是油罐车行驶 而且值得留意的是 它的桥林已经高达45岁了 却从来都没有进行过任何详尽的检测 因此是选在国庆廉假之前 要暂时封病进行体检 受到南方澳大桥坍塌意外事件的影响 通往高美湿地的交通主要干道之一 滨海桥目前正在封桥检测 不过也大大的影响到了高美湿地 假日的交通动线 因为检测需要一些作业的工具 还有桥下检查 所以我们的时间是预计一个月内把它完成 位于朝间带上的滨海桥 完工通车已经45年 过去经常有油罐车行驶 安全检测有其必要 封桥期间 原本行驶第二停车场的接驳车 要换点接驳 公车的部分共四路公车 也移到景观桥旁的18号风车站搭乘 国庆廉假前一天虽然还是平日 但高美湿地游客还是很多 有民众刻意避开假日 就是怕人挤人 人太多了 这个交通动线又不是很好 建议民众 廉假期间前往高美湿地 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封闭的滨海桥 为便利游客及居民 在不影响安全的状况下 仍开放机车 脚踏车跟行人通行 大海新闻张国丹 林欣宏台中报道 台湾今年的流感疫情 又以A型流感特别的活跃 夏季的时候是H1N1 而预测到了冬季流感 会转换成另外一种病毒株 叫做H3N2 而且高峰期还会延迟 主要会延迟到农历春节过后 世卫组织以及台大的医生 都共同提出警告了 这一回冬季流感的病毒株 威力特别强 它的变异速度还会加快 而且预计下个月国内的 11月15号就要开始施打 这流感公费疫苗了 提醒您如果符合第一波的资格的话 都要特别留意 家长们有没有发现 今年夏天小朋友流感次数还真不少 摊开数据更可以看到流行期不断往后延 往年夏季流感6月流行 7月高峰8月开始下降 但今年到9月达高峰 近两周才出现下降状况 也因此冬季流感高峰期 可能会延后到春节之后 目前预估病毒株应该会产生一个转换 从目前的H1N1转换成另外一种 A型流感H3N2 过去H3N2在澳洲雪梨 中国大陆福建造成过大流行 突变速度快 专家呼吁得提高警觉 只要是H3N2流行的那一年 那个国家的重症跟死亡人数就会增加 而且甚至连儿童都会出现死亡 经验上告诉我们儿童很少死亡 儿童大部分是肺炎住院而已 那如果你看到儿童连续好几个 因为流感死亡 就要小心那个病毒就变了 面对不好应付的H3N2 偏偏碰上疫苗延迟供货 今年得到11月15号才开打 因此疾管署将顺序微调 最容易群聚感染族群为优先 学生还有医护人员 是我们第一波接种的对象 那65岁以上的长者跟学庭前幼儿 因为是重症的高风险群 是扁排在这个第二阶段 该打疫苗的族群 今年可千万不要存早性心态 配合增加群体保护力 抵御病毒 大海新闻杨运辰 梁家明 台北报道 今天是24节期当中的寒露 它是进入深秋的开始 主要您会从露水般的凉液 转为更低温的寒液了 也就比较容易感冒 或是感到身体为样 专家说这个时候 可以多吃像是山药 水梨等白色食物 具有润肺效果 而在穿着上平时也要多加注意保暖 秋天的灶 冬天的寒 差不多在每年10月89号 也就是24节期中的寒露交汇 感冒患者因此比平常多了三成 但是除了节气转变 老祖宗也有句话叫做寒露不漏脚 寒气从足底进去它走的是 我们的主要属于我们脏腑里面 五脏六腑里面 龟道的脏腑还是在于我们的肺 也就是我们的感冒 也就是中医讲的外感风寒 也因此现在这时候脚部保暖特别重要 除了睡觉时腿要盖被子 也可以开始泡脚保养 在下午1点到晚上7点之间都可以 因为这段时间的话 在我们人体的经络寻情上面 大概是走到了我们的圣经 膀胱经 大致上在这个时间里面泡澡是最好的 另外还可以多吃山药 水梨这种白色食物 这些白色的食物它同时又有一个 滋润脾胃的效果 还有艺人 银耳 莲藕都很适合寒露养生 食疗加上足部保养就不怕风寒上门 大眼新闻 杨远子梁家明台北报导 诺贝尔化学奖台湾时间 今天下午的5点45分揭晓了 是由三位学者共享殊荣 其中最高龄已经97岁 三位得奖者分别是日本的吉野璋 英国的惠延安 以及德国的古德诺博士 表扬他们的是在锂电池方面 发展的贡献 其中高龄已经97岁的古德诺教授 他出生于德国 1980年时就奠定了锂电池的研究基础了 被誉为锂电池之父 也是目前史上最年长的诺贝尔奖得主 好 但您关注到的是南美洲巴西 这里生态浩劫又添一桩了 之前是所谓的亚马逊雨林地球支费 遭到重伤 现在则是东北海岸边遭到了原油污染 您可以看到长达有2000公里的海岸线 都布满了这种浓稠的原油 而且波及到了是9个省份 46座城市 还有130座的海滩 现在初步调查 不排除是非法倾倒 蓝色海面上的黑色油污清晰可见 沙滩上也出现一长条被浪花冲上岸的黑色油污 巴西东北海边9月初发现原油外泄 一个多月来影响范围扩大 横跨2000公里 影响9个省 46个城市以及130个海滩 专家担心恐怕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复原 而且也重创当地旅游业 巴西当局追查油污来源 不排除是非法倾倒 当地媒体指出 这些油污可能来自委内瑞拉 但是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則以为信两国关系为油 拒绝说出国家来源 这是巴西自八月亚马逊雨林大火以来 另一起受到国际瞩目的环境污染事件 根据巴西环境与再生自然资源所 除了设置为油栏 防止继续扩散 总计100吨的油污已被清除 专家提醒 如果不能查明来源 要求肇事者负起责任 将难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大爱新闻 罗文景编译 巴勒斯坦生产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野藻 不过许多野藻树上的树叶 惯例都会是放火烧掉 不仅长期不环保 也让当地居民的健康饱受伤害 现在在当地有一间 由日本出资的企业公司 是协助回收起这些大量的野藻叶 再制成环保卫生纸 也成为了循环经济的一环 大把火焰燃烧散落在地上的野藻树叶 滋滋作响排出大量黑烟 在约大和西岸城市耶利哥 野藻树农场工作的巴勒斯坦人 每天被迫吸入燃烧野藻树叶的飞气 所幸在去年一间由日本政府出资的 回收工厂出现 让野利哥居民的健康有了转机 这间工厂收集城里的野藻树叶 每天能够生产八公顿高品质的 环保卫生纸 在包括野利哥的约旦河谷区域 有2174多公顷的野藻树农场 产量预计能达一万多顿 除了卫生纸 多的野藻树叶也能用来生产笔记本和纸盒 当地盛产的野藻不仅是食物来源 也是野利哥和约旦河谷 4500多位巴勒斯坦人 包括1500位妇女的生计来源 当地农民卖野藻树叶给回收造纸工厂 也能增加额外收入 大爱新闻 罗文景编译 上个月初 多利安飓风重创了巴哈马 灾后都已经一个多月了 现在传出了一个奇迹般的好消息 在重灾局里头 有一只受困一个多月的小狗 它受到了皮包股 性男孩幸存下来 这段日子它靠的是 喝雨水撑了过来 残破凌乱的废弃堆中 搜救人员在一台冷气机旁边 找到了受困的小狗 小狗受困一个月 瘦得只剩皮包股 一根又一根肋骨清楚可见 让人看了好心疼 哈威夷是一个奇迹 完全的奇迹 但这个小狗 有这么长的 只是冰水 我们会变成奇迹的 巴哈马在9月初经历多利安巨风重创 死伤惨重 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出发的 动物搜救团队 10月4号到重灾区马屈港 利用空拍机在断圆残壁中 侦测心跳 找到独自受困将近一个月的小狗时 大家又惊又喜 但是并非所有受困的狗都如此幸运 据远组织表示 小狗需要生理协助以及心理辅导 预计几个礼拜后就能够完全康复 小狗奇迹存活 让不少人对巴哈马在后重建 都燃起希望 大家新闻 江国田编译 另外对这只企鹅来说 也是不可思议的旅程 它竟然从纽西兰一路就游到了澳洲 这距离整整横跨了2500公里 被澳洲居民是在沙滩发现 那时候它已经奄奄一袭了 幸好被送往墨尔本的动物园救治之后 恢复得相当良好 还是原方阵阵的大卫王 因为它一口气就吃下相当于自己体重 四分之一重的食物 而且这一只大难不死的企鹅 但您认识它 它的学名是称为辖湾企鹅 身高大约是落在60公分左右 体重3.7公斤 主要分布的栖息地 是在纽西兰的南岛附近 不过近来它的数量是不断地锐减了 属于一夫一妻制 目前野生只剩下2500到3000对左右 也是极需要保育的物种之一 甜甜翅膀甩甩尾巴 小企鹅精神抖擞的模样 几个月前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这只小企鹅属于霞湾企鹅 栖息地在纽西兰南岛 一路跨越塔斯曼海 长永2500公里 泪滩在澳洲墨尔本的肯尼特河边 7月初被人发现 通知墨尔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前来营救 经过八周的西兴照料 原本奄奄一息的小企鹅 又可以在水中生龙活虎 专家表示 霞湾企鹅原本就是属于 长距离觅食的物种 但不确定小企鹅为何游到澳洲来 原方在康复的小企鹅身上植入晶片 9月初在菲利浦岛的海滩 放它回大海 希望它顺利回到自己的故乡 大海新闻理方编译 美国旧金山知名地标金门大桥 这座桥同时还有生命的终结站支撑 因为在这里平均每个月 就有两个人会纵身跃下 了解自己的生命 心理健康这个隐形议题 已经越发被重视了 局红色首尾桥身跨越坐近山海湾 在浓雾中更显得醒悟 对于游客来说 金门大桥是全球知名地标之一 金门大桥1937年开通后 曾一度被视为人类壮举之一 却频传青春时间 甚至平均每一个月 就传出两个人在金门大桥 轻生身亡 凯文·海因斯是少数掉下 金门大桥后幸存的生还者 2000年9月25号 深受心理疾病所苦的他 走到金门大桥中央 并做出自己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 当海岸警卫队救起凯文·海因斯时 称他能保住一命为奇迹 在金门大桥架设防护网 曾一度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 甚至有看法认为 刑建经费不如用在防范 轻生行为上 如果您有病毒 病毒 病毒 症状 那什么 这是病毒 您没有问过这个 您没有想到这个 这是像病毒 或其他事情 我们必须要努力 仍然从1999年到2017年 近20年之间 美国轻生率竟已攀升33% 问题越来越严重 并成为10到34座人口第二大死因 更让专家公开呼吁关心身边的人 不令适时给一个爱的报告 多年来凯文·海因斯四处公开演说 希望能唤醒公正 对美国轻生问题的重视 再来新闻路上评定 一夕之间 胡尔津金金桶 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CNN最近也推出了深入的报道 Ever since he was a young boy in Texas Sean Pleasants had promise A valedictorian in high school He got into Harvard But chose Yale Majoring in economics Wall Street beckoned Then came his own business My own All my decisions and choices Good and the bad Today he is homeless Living on the streets of Los Angeles It means it can happen It can happen to anybody It can happen to anybody No one is It's not someone else's problem It's a problem we all could face Amid squabbles with his co-founders The income dried up And then he lost his rock His mother And the problems got worse He is one of 60,000 homeless In the county of Los Angeles What they are doing To our beautiful California Is a disgrace to our country President Trump may be on the verge Of a major crackdown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 Post He is considering a directive To have the tents swept up With the homeless moved To an unused government building Critics point out That such an action Would not only be illegal But counterproductive The idea that we're going to Force people into a facility That's probably located In a very remote area Is not a solution Often it is not framed As an issue of compassion Of trying to get people housed But more of an issue of We need to get these tents Off the street How would it strike you If all this stuff was just kind of removed You folks were taken to some other place Then I would leave that other place immediately You just stretch your body Exactly This is where you sleep I would prefer to be Somewhere where I can still go to the library When I want to And go there and do the things I need to do But then there's the reality Of life on the streets Every time you sleep That's when you lose That's when people come and take your things I'm a heavy sleeper I lose a lot Mike Dickerson co-founded A homeless advocacy group He says a better solution for Trump Would be figuring out How to build more affordable housing And providing better services Whether it's mental health Or connecting people to jobs 大陆的偏遠農村 许多留守儿童 少了父母亲的开户 看看志工们 如何用爱来弥补 现在您关注到的是 发生在去年 印尼苏拉威西岛的 强震海啸 当时造成了 2000多人丧命 此际计划 原建的1500间永久屋 最新的进度式 已经完成了132间了 印尼副总统 也清零现场 规模7.5强震 引发海啸 八路东渡面目全非 此际印尼分会 马不停蹄 原建永久屋 目前完工132间 印尼副总统 尤索夫卡拉 清零现场关心 我们很幸运 在这种状态 我们很担心 我们很担心 在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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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有多少人 一定会支援 此际预计 在东渡原建 1500间永久屋 政府希望加强 周边环境的生活机能 包括礼拜场所 及医院等等 政府将提供三十公顷的土地 扩大为四十五公顷 社区化规划 希望营造更便利 舒适的居家环境 带一新闻 伊玛穆古纳迪 印尼报道 在中国大陆 许多偏远的农村 都存在有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隔代教养 留守儿童 接下来的故事主人翁 他主要也是留守儿童 爸爸妈妈 常年的出外做工 他是由爷爷奶奶所带大的 学习比较低落 也被老师发现了 他因为自卑 不太爱讲话 来看慈继之工 认识他之后 如何用父母心 暖了他的心房 志工都还没走到家门口 李诗勋和奶奶姑姑 就赶紧相迎 志工担心刚生初一的诗勋 学习跟不上 音音叮咛 要有不惠的奶 要有不惠的 就让师来一边问我 是 可以问我 然后在学校呢 就是有不惠的 不惠老师 哪个老师都是愿意 帮助你解决那些不惠的问题 爷爷奶奶养大的李诗勋 虽然从小缺失双亲的爱 但她会帮忙做家务和农活 是大家眼中的乖孩子 李诗勋在这个村里 经常帮着周围的这个 街坊邻居呢 这些老人干一些活 然后在学校呢 她是乐于帮助同学 然后也为老师分担一些班机的一些事物 被评为爱心少年 董事的她还跟奶奶一起存竹筒 说要帮助别人 他们帮助我 所以我也从我的内心出发 也捐点 我没有多少能力 我多还有少 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 我所以帮助点别人 一定好好保证身体 下个人来看你 保证身体 农村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 留下的多数是老人和孩子 读小学六年级的宋锦楠 也是奶奶抚养长大 志工的关怀 弥补了她在亲情上的缺口 孩子有点自卑 因为她的家庭和别的孩子家庭不一样 她没有自信 化约非常少 我们付出的爱 应该能达到 孩子所需要的那种父爱母爱 让孩子生长在爱的环境里 对她以后的成长 是非常好的事情 隔代教养在农村是常态 志工的爱填补了孩子们 在成长路上的缺憾 但新闻 这扇美志工 唐晓辉宋贤委李立新 辽宁报道 如何解锁走入陌生人的心里 这是在大陆苏州 有一名独居又患有糖尿病的老太太 她原本对于慈祭志工的到访 相当的防备又抗拒 不是大门深锁 就是直接驱赶 直到有一回她在家里头发病了 老太太赶紧打电话来求助于志工 从此就改观 志工群成了奶奶晚年 安心地依靠 去奶奶家打扫完之后 第一次再到奶奶家去探访的时候 奶奶就是语气态度就是很不好 就是叫我们滚滚滚 曾经陆吉文奶奶好几个月 距志工于千里外 真结点或许在于误解志工接近另有所图 大伙想法子打开老人家心结 奶奶也很有文化 让我们大家来写一封信 就是表示我们是真心地去陪伴她 她可能还不了解我们这个词迹 那我们就把这封信和那个词迹约刊 一起放在奶奶的那个地方 后来就是因为这封信 就是翻转了奶奶的整个人生 雪中送看 暖了心房 住院期间志工为陆奶奶联系上亲人 更关怀备志 情感加温 新开运转 如旧来 返家后 陆奶奶愿意让志工进门 协助沐浴 里里外外清扫 组装新床架 一个品质呢 刚刚老师认过出这个 那我们走了啊 再见 考量独居不宜养病 陆奶奶住进了老人公寓 志工再度造访 奶奶显得神清气爽 我们来送的那个秋季的毛毯 你说这个阿环保 那什么做 说了丁子 说了丁子做的 你这个也知道啦 从关怀一老到触及整个老人公寓 程雨晴破解了爱的密码 带新闻 郭世蓝 吴伟 罗玲玲 江苏报道 还要带您认识一位裁缝师 他最后发现啊 原来最需要细细缝补的是自己的内心 但您看到他如何静随心转 还在当志工付出过程里体悟到了 帮助别人时 原来收获最多的是自己 缝纫师工作要了解客户需求 接触很多言语事 他被误解成运会养成理直气壮的 他个性让人不敢靠近 以前做错 扯错 他做错东西他会怕 人还会哭 因为跟人世之间常被中枪 那种关系利益 我们常被这压着的时候 就会觉得一定要保护自己 因环保而认识慈悸 每天一句禁私语 他看到正能量 这个就是比较超 比较急超 所以在工作上上面也会面对一些困扰 没有办法跟他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那就借由这个精神来办法 这一句话是让我提醒我自己 因为有时候我们一到挑战 就那个烟气要投诉吗 就会讲出来讲的不应该讲的话 他们来看新家 志工的关怀与不断邀约 陈丽会投入访试与环保服务 新变得更软 家具简单 人环境更舒适 更清洁 对他的健康也有帮助 可以很好 你投足童的时候就要讲 现在承担方式干事的他懂得用爱关怀身边的人 更加把握机会付出 这一路走来我看到他的成长是很大 从需要陪伴 现在他可以多当一面 走入慈建十一年 陈丽会从学习中睡变 今年将带着大家的祝福 回台受振 在新闻马来下报道 对您关注这是国内航太界的新进展 成功大学成功发射了两截式火箭 而且其中所需的关键零组件 还有关键的技术 从设计到制造 都出事于国内的团队之手 火箭要发射前得一再测试 陈大航太系研究团队四年前发射过 一千公斤级推力火箭 如今长期酝酿 一千五百公斤级推力的两截式火箭 于屏东牡丹磅礴登场 成功发射展现陈大领先国内大学 克服了两截式火箭的困难 这次是两截 两截火箭 这要验证以后我有多截火箭 这次要验证在高空分拖截 第一截第二截要脱开 然后第二截在高空要点火 跟地面点火不太一样 困难度差很多 两截式火箭的优点在第一截 拖截之后能减轻重量 但拖截高空点火等困难度都大增 这次发射成功是对航太产业 在地化的肯定 团队强调都是台湾自己做 所以慢慢发展 所以发展较慢 中间一下停了四年 高压桶 初春桶 它就是台湾做的 而且厂商也没有做过 那跟我们一样一起慢慢走过来 这些技术其实也培养台湾的一些 整体的这个产业能力 跨领域的火箭研究团队 整合成大相关科系人才 让关键技术与领土件 能在地设计制造 也让产业和人才培养 与这火箭一样顺利启航 大安新闻纵火报道 在国内有一种蕨类植物 叫做笔筒树 近年来因为感染到针菌 这数量是大量减少了 被列为二级冰尾物种 来看平科大师 如何利用组织培养进行复语 来到山区笔筒树越来越少 原来近年针菌引起的伪雕病 让台湾山区的笔筒树族群锐减 我们前几年台湾的笔筒树 遭遇针菌的危害 几乎死亡率大概百分之八九十 高大的笔筒树是一种恐龙 时代就存在的蕨类 被称为活化石 是二级稀有冰尾植物 引发平科大硕士生张玉伟 跟周玉如研究动机 植物病危反而是 比较没有被看见的 所以其实植物也是很需要 我们去保护它 富裕它 这是蔗糖 就是植物生长过程 需要一些探索号 调配出专属的营养基 只要一颗包子或是一片叶子 就能大量繁殖 透过这种组织培养技术 不但能富裕 原意造景中常被使用的笔筒树 也能降低野外植株被盗采的几率 我们的技术是在前端 又育苗的部分可以有一致性高 然后产量比较高 然后因为是五菌的状态 所以又可以确定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病态的 两名年轻人进而把笔筒树 和其他蕨类 做成瓶中植栽的文创商品 希望更多人能够认识笔筒树等植物 面临的生存危机 大爱新闻 陈一真诚 立委屏东报导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我们台湾在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在我们的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云量是比较偏多的 也有局部领先的短暂阵雨 那么预计这样的天气到今天 明天开始北方的冷高压 会逐渐地往东边移动 东北风会稍微减弱 转成有点偏东风 预计到礼拜六之前都会是受到偏东风的影响 西半部是比较稳定的 东半部的话云量比较偏多 可能会有局部领先的短暂阵雨 到礼拜六晚上才会再有下一波的 这个东北风的增强 那么另外大家所关心的 第19号台风哈吉贝 目前已经是有强烈台风的这个等级 而且结构相当的扎实 完整 那么也可以看到台风眼清晰可见 那么目前差不多是它的强度最强的时候了 预计它未来会持续地往这个 北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 大概是在这个明天开始 外游环流就会逐渐影响到日本的本周 礼拜六礼拜天会影响到日本本周 包含关西还有关东还有东北地区 所以如果说周末就要前往日本的话 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的这个发展 跟对当地的影响 甚至交通航班也都要特别留意 那么台湾外来几天天气的话 大致上礼拜六之前是相对稳定 礼拜六晚上的话呢 是东北风还会再度的增强 所以我们周围的这个风浪 也会增强 那么在北部跟东北部迎封面 云量也会增加 但是礼拜六之前的话 西半部是稳定的 东半部因为是迎封面 所以呢云量都是比较偏多 也比较容易有这个下雨的机会 那么北部跟东北部的话 则是礼拜六之前是稳定 那么在礼拜天的时候呢 是云量比较偏多的 西半部未来四天都是稳定的天气 来看一下 在温度的趋势 北部的话呢可以看到 在这个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白天的高温 尤其礼拜四会慢慢的上升起来 云量变少 天气逐渐的转趋稳定 到礼拜五的话呢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30度 礼拜六礼拜天 到下个礼拜的话呢 会慢慢的稍微往下降 尤其到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 云量又变多 中午高温会稍微往下降 低温的话大概是在20到23度 礼拜四礼拜五 因为是有阳光和云量 比较偏少的关系 所以入夜之后 会有一些降温的情况出现 所以可以看到 礼拜四礼拜的清晨 大概是20度左右 比平常来说稍微凉了一些 所以早出晚 我也可能稍微的留意一下 另外来看一下 这个南部的温度 比较没有太明显 低温大概26度 中午高温30到31度 中午比较偏热一些 清晨算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 过来四天 容易下雨的地方 基本上都不太会下雨 只有东半部 云量偏多局部 零星短暂震雨 中南部的话 是山区有一些局部的 午后热队流会出现 那么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大致上就是我们东半部 还是会有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北部跟西半部 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要留意的是 我们中南部的空气品质 还是有机会到达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那么在明天 各地天气 大部分都是转区 回稳 只有我们东部 像是花莲 台东跟绿岛这部分 占雨几率还是比较偏高 云量也是比较偏多 西半部都是比较稳定的 中午高温 甚至都可以来到 30到32度 另外要留意的还是空气品质 我们中南部地区 一方面是因为 扩散条件不是很好 另外一方面就是 有阳光的关系 所以中午前后的光化反应 会比较明显 创容度也会偏高 所以我们空气品质 还是要稍微地留意一下 那么最后提醒大家 明天受到高气压 东移的影响 东北风是减弱的 转成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西半部都是 稳定的天气 但是要注意日夜的温差 尤其是门中部 那么另外如果前往山区 要稍微注意一下 山区跟平地的温度 也是有落差 那么空气品质的话 是有机会到达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包含细旋浮 威力还有臭氧的浓度 都可能会比较偏高 东部云量是比较偏多的 偶尔有阵雨的天气 出门可能记得攜带雨具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大一台的观众朋友 新闻即将告一段落了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接下来新闻内容会转到大爱二台 包括从晚间开始 国道已经涌入了塞车潮 还要提醒您 廉价开上国道 这车上的大型物柄 务必要牢牢的固定好 另外这是动物界的友情 在泰国有石头大象 为了拯救小象 全都不幸利弊了 更多内容请您锁定大爱二台 稍后马上回来 拿起手机准备好扫描了吗 三二一 二一 二一 泰国知名的考爱国家公园 日前不是发生过 为了要拯救一头小象 结果有五头大象是不幸都坠落 瀑布死亡 现在进一步追查后发现 其实坠落山谷的总共有11头大象 这场悲剧也创下了园区内 一次意外中死亡最多头大象的记录 湍急的溪流旁 站在石头上的两头大象互相依偎 泰国最受欢迎的考爱国家公园 工作人员5号发现 五头大象因为要拯救一头滑岛的小象 全部坠落瀑布死亡 另外有两头幸存 为了要调查整起意外的经过 原方出动了无人机勘察 没想到发现了更惊人的情况 另外还有五头大象的遗体 就在不远的地方 这一次意外 总共11头大象死亡 创下考爱国家公园的记录 原方现在也致力于 照顾存活的两头大象 目前看起来状况还算不错 考爱国家公园设立于1962年 是泰国成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原方估计 目前在园区里面 大约有300头大象 大爱新闻旅方编译 加拿大的灰熊 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 归于数量大量减少 它们的身形变得越来越消瘦 当地就有民间团体 为了抢救灰熊大作战 让它们身上有足够的脂肪 可以挺过严峻寒冬 是进行了一场动物界的发放 骨瘦如柴的熊妈妈 带着两只饥饿的小熊 神情无助 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 在加拿大奈特湾 用镜头进入让人心碎的画面 引发世界关注 专家表示 人类养殖场截断回忧的路线 让鲑鱼大量减少 灰熊没了食物 就无法为漫长的冬天 储存能量 为了拯救饥饿的灰熊 原住民文化区组织 特地到奈特湾发放500只鲑鱼 没过多久 几只韬客就前来享用大餐 发放鲑鱼能够暂时帮助一些灰熊 专家指出 这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文化区在接下来几个礼拜 还会继续发放鲑鱼 让这些灰熊有办法安心过冬 大家新闻江口田编译 明天起就要正式开启这双十国庆的四天连续假期了 因此从今天傍晚开始 国道已经涌现了第一波车潮 预估这车流量会比平时多出1.5倍之多 提醒您高工局会实施的是夜间免收费 还有在国一国三以及国道五号 也都会施行高承载管制 提醒您上路前务必要查询好资讯 以免扫兴了 一辆接着一辆 国道涌入车潮 国庆四天廉价即将展开 傍晚四点开始 国道车流量已经比平常周五多出一成 那比较塞车的路段还是会集中在都会区的一个国道路段 那大概这个车潮大概在八点后会逐渐疏减 那整天的交通量大概在一百零五百万车公里 车流量最大预计落在廉价第一天 将比平常多出1.4倍 为了分散车流10月10号到12号凌晨0点到5点 夜间免收费13号则延长到早上10点 国道高承载管制除了国五外 西部国道也将实施 我们在假期的首日 有实施国一跟国三7点到12点的一个高承载管制 那针对一些比较平检的路段 我们还会再实施部分杂道的一个封闭的一个做法 建议用路人利用高承载管制上路分散车流 高公局也呼吁民众尽量使用大众运输系统 或改走替代道路 才不会让塞车影响假期的好心情 大约新闻科兴志台北报道 有行驶在国道上经验的驾驶朋友 应该都知道这行车的速度很容易就会破百了 却经常会发生像是这些隐形的危机 也就是驾驶人并没有固定好车上的物品 结果在高速行驶下纷纷掉落就会发生危险 而且这掉落物真的是五花八门 包括有棺材和流动厕所 国道不平静 车毁人伤 开夜车视线这么差 最怕天外飞来的掉落物 在干嘛 它掉下了 你的车撞到我都会 驾驶吓出一身汗 不知道哪来的枕木 差一点造成车祸 车道上竟然有掉落珠至少上百斤重 要带它回家 过程现象还生 其他像是棺材 流动厕所 沙发 还有铁架 高速公路移动障碍物无奇不有 今年1月到9月 国道3号 6号共掉落436件物品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开罚196件 从龙井到河美这个路段是大渡西的出埃口 风势也特别的强劲 年轻这个路段应该将你的货物扎老部 行车过程 物品掉落或散落 可能造成无法预测的危害 交通部高工局从9月16号开始 对于国道散落物处理开始收费 短短半个月 全台散落物2000多件 其中有两件处理时间都超过半个小时 合计开罚4万元 驾驶人上路之前先确认货物已经绑牢 就不怕被罚钱 更能够避免衍生二次事故 台中市的交通警察大队 是首创了国内新式的LED反光背心 能够解决的是传统的反光背心 在黑暗当中不够明显的问题 也能够增加警察夜间执勤的安全性 画面中穿着传统反光背心的警员 在夜间进行交通事故测量时 反光并不明显 但是穿上了新式的LED反光背心后 亮度跟安全性加倍 新式的反光背心确实是可以增加 我们在黑暗中让其他用路人发现到我们 这是传统反光背心在黑暗中的效果 但是当穿上了新式背心 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 有鉴于夜晚执勤的危险性 加上明年灯会在台中 夜间执勤机会增加 因此研发这款新式LED反光背心 平常的一个交通疏导 或者是我们取缔酒下路检的勤务的时候 都可以提升我们同龄执勤的安全 勤后各8颗的高亮度LED 还有四段变化控制 随时可以拆装一粒背心清洗 目前已经有1800多件 先发给交通分队使用 未来将扩及其他单位 大爱新闻张国丹林欣宏台中报道 为了更加辩明 现在台北捷运公司 推出了全新的售票机 能够提供用信用卡 以及行动支付的功能 还有12种语言可以选择 目前只设置在北车以及西门站 方便外籍旅客也能够更加的便利 投入零钱处置购票 但若是现金不足可就麻烦了 现在要搭捷运 可以使用更便利的信用卡 以及电子支付 北街推出捷运票卡eShop 支援使用信用卡 以及绑定手机的行动支付 如Apple Pay Google Pay等 还可以扫描QR Code支付 省去了很多携带零钱 还有现金的一些困扰 那尤其是外籍旅客来讲 他们到其他的国家 到台湾来 他们就可以使用 他们原有的一些Visa卡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常用的电子支付 售票机还扩大提供12种语言 从常见的英日韩文 到欧洲东南亚语言 让外籍旅客更加便利 我是日本人 而且我不知道中国人 所以这些机器 你也可以选择证语言 它不是只是英语 它是英语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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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了所有人 为了所有游客来到这里 我觉得它是很好的机器 售票机包含 悠悠悠卡 依卡通 多日票等产间票卡 多种支付功能 让搭乘捷运的旅客 都能更加便利 大约新闻科兴志台北报道 避免自己的孩子 遭受到校园霸凌 家长们记得这个准则 千万不要和孩子说 你忍一忍就好 来自孩子最无助的新生 根据儿福联盟调查统计 有超过八成的家长 都怕小孩面临这样的霸凌处境 但有三成从未和孩子 讨论过相关议题 过来就会做笑 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家长难分辨 一般冲突与霸凌区别 我会认为是特定的对象 就是某人特定 一直对某人 他可能会有一个 持续的欺负的行为 上对下的 或者是他可能会邀请伙伴 来针对特定的一个同学 五点会是你的回答吗 如果假的 如果哪一天小孩跟你讨论 应该会不会是自己的问题 小朋友如果跟我讲说 同学对他怎么样 我通常都直接跟他说 那你跟老师说了没有 偏偏调查显示 三成被霸凌的孩子 最不希望家长说 去找老师处理 另外认为是孩子自己个性问题 以及忍一下就好 分别占六七成 开玩笑跟家长说 第一个念头想要讲的话 你先忍住 你要先停下来 然后听听 刚刚我讲的说 你去听听孩子的心情 先倾听 再同理 最后讨论方法 支持陪伴 才不会让霸凌 变成孩子难以启齿的议题 大海新闻 杨远茨梁家明 台北报导 根据统计呢 国内总计有六万名的试账者 不过这试账并不等于失能 透过专业的辅导 也能够帮助他们与社会接轨 小心翼翼收拾晚盘 21岁的张同学患有现天性清光眼 几乎看不见 还是可以在咖啡厅打工 一些比较小的一些餐具 或者是透明的杯子 那我就是小心一点 从那个桌子的边缘去 往内做一个收集的动作这样 试账不等于失能 经过训练与学习 也能做到很多的事情 爱盲基金会长期辅导 市长朋友 尤其透过定向训练 大幅增加他们的行动能力 残余势力以及他的感官知觉 可以让他了解 本身跟环境之中的相对位置 那这个是要有定向行动老师 带着他去熟悉 不管他生活居家的环境 工作或就学的路径 会依照他个人量身定做 提供最适切的服务 一句句唱出市长者的心声 他们的生活比一般人艰难 但只要一点的体谅与帮助 也能走出困境 重新融入社会 大爱新闻科兴志台北报道 台湾要靠书进军国际 将会以台湾故事之岛作为主题 到德国参加法兰克福的书展 这一回还更以海洋文学来作为呈现 希望让原本就四面环岛的台湾 孕育出的文化作品 能够进步地摊在世人眼前 我们过去的政策 或是一般人的习性 对于山比较亲近 可是海洋是带着一种被禁止 或害怕 其实海洋的本身的豐富的兜元性 包括各种动物 里面的生物 那我们觉得说 台湾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诗言 那应该用文化的各种文字 图像 还有活动 还有作家本身来做一个多元的呈现 那这样也可以把台湾本身推广到全世界各地 这一回想要推广的是台湾海洋文学精神 同时在现场也会和欧洲的读者来互动 同时也把台湾的漫画作品一同前进到法兰克福 要让外国朋友体验到台湾的动漫创作能量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新闻 感恩您的家族 祝福您 预期明天开始廉价顺心愉快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